最令奶仔衝動的女神 就絕對一定會有江家敏這位朋友 因為大家如果有看《野外報》出第一季 其實我跟她去玩這個飛索 她已經是吵到 差不多我們有機會收到 廣管局的操音條例管理 所以第二集 我們監製也特意說 一定要請江家敏來 去旺一旺場 而她也沒有令大家失望 在那一集, 全部主力都沒什麼對白 一、二、一 甚至乎我們很多髒話不能播出 我很想有衝動, 按住江家敏的嘴巴 叫她讓大家安靜一下, 好嗎? 幫幫忙, 出小句聲當幫忙 我知道奶仔是否說我選了 我是最吵的女嘉賓 其實我想說的是 我為了節目效果 我一片苦心理不明白 你知不知道我那天打完第二針 我用了300%的力量去製造這個氣氛 你竟然說我吵? 你叫熱鬧, 你不懂 而另外, 最令奶仔有衝動的女神 也有譚家怡 因為老老實實 譚家怡的外形和樣貌 都絕對不是奶仔那杯茶 但是我發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當譚家怡在那一集播出 她一唱這首特技人的插曲 《孤獨離》的時候 那三分鐘, 我簡直想對著她表白 譚家怡, 我愛你 但是當音樂一停頓的時候 結他聲一離開的時候 我當時醒來, 其實我不喜歡她 對不起, 其實我不是… 對不起, 其實我只喜歡她的歌聲 我真的很榮幸 可以成為她的衝動之一 但是我真的想問一下奶仔 究竟這個衝動你是想打我 還是真的欣賞 因為你曾經說過 只是我唱歌的時候 才覺得我很吸引 但我說話的時候, 你是想打我 所以你先弄清楚 而最令奶仔有衝動的女神 還有黃飛 就不是唱歌的黃飛 而是我們TWB的香港小姐黃飛 大家平時看到她做的節目 都是一個美女香港小姐的形象 但是我們以後補出 很成功地把她的那種很蠢 和很笨拙 和很搞笑的狀態 拍攝了出來 我覺得這種形象 是非常適合做奶仔的partner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奶仔一直沒有一個partner 沒有一個主持的拍檔 所以我覺得我很有衝動 想找黃飛去做我的partner 因為要找一個比我更加下巴的下巴 是絕對不容易的 聽說奶仔, 你就選擇了我 最有衝動想和我拍攝搞笑節目的 女嘉賓 我聽完之後是覺得很開心的 因為很多不認識我的人 都會覺得我是一個很斯文 很文靜的女生 當然, 我可以有這一面 因為我也是一個港姐 但是你說 覺得我很適合做一個搞笑節目的 一個下巴位 這個我就要想想 你很想管我, 很想串我 我也很期待一下 看看你這個上把 如何去組織我這個下把 最令奶仔衝動的女神 當然還有朱自然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們那一集 去了鳳凰山的虎烤石河 我最欣賞她的運動能力 我想很多觀眾都會看到的是 我喜歡自然的身材或樣貌 很棒, 很好看 但作為我這個慈雲山大腿王 一個這麼喜歡行山的人 其實我很欣賞她的運動能力 所以我很有衝動 想約她跟我走多些不同的山 或者步出的時候 有些很困難的活動 或者地方 我也很想找她跟我去 很突然, 沒想過 謝謝奶仔這麼看得起我 而且很開心的 跟奶仔一起走 上次走那段虎烤石河和鳳凰山 是辛苦的 但辛苦得來有開心的 我有點變態 我就是喜歡走高難度的山 那種辛苦 有挑戰的感覺 走完之後, 個人就會覺得很爽